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双十一来抢8888元大红包 点击简介链接直达红包会场 10月26日,赵本山的徒弟胖鸭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段唱歌视频 身边有一位文艺青年给他伴奏但不见正牌老公杨树林的身影 35岁的胖鸭状态看起来还不错 皮肤白皙紧致满脸胶原蛋白 大眼睛肩下巴精气神极佳 身材比以前销瘦了很多 颜值飙升,笑容灿烂,亲和力十足 并没有被监狱生涯磨去乐观的心态 胖鸭的歌喉也是一如既往的动听 给他做吉他伴奏的是一位男青年 留着长发胡须手臂上还有纹身 一派文艺浪子的作风 他不时的和胖鸭一起合唱,气氛和谐亲密 据胖鸭透露自己的新发型还是这位男友人给他剪的 看来关系十分不错 只是胖鸭的正牌老公杨树林并没有出镜 事实上在胖鸭出狱后的这八个月 杨树林一次都没有和胖鸭公开同框过 不知道是不是感情出了问题 胖鸭原名赵丹 是一名二人转演员 参加过辽宁卫视的多届春晚 还和老公杨树林一起上过欢乐喜剧人 夫妻档经常一起合作 也吸引了不少粉丝 他17岁就因为学艺和杨树林相识 两人日久生情 最后顺利步入婚姻殿堂 原本也是一桩佳化 然而2018年胖鸭却因为生产销售假药罪被捕 最终狼当入狱 期间杨树林一直没有对外回应 只是一如既往的工作 今年不仅参演了刘老真寺 还参与录制了《象牙山爱豆团》等综艺 希望胖鸭能吸取教训改正错误 以后好好生活吧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